台積電這麼高度敏感的地方 昨天驚傳大火 地點在哪裡 地點在竹南風測六場 它的工地雖然是工地 但它主建物已經蓋好了 接下來是管線的部分 突然間就內部起火 面積高達300平方公尺 冒出濃濃的黑煙 時間是在昨天晚上7點多 發現之後派了消防車去 要滅滅滅滅 滅到了9點多 才把整個火勢給控制住了 大家比較訝異的是說 台積電很少發生火災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同一個時間 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 現在遇到了誰 遇到來自美國的 半導體協會的高層 來到台灣密訪劉德英 相關的他要進到美國的投資 現在跟華府的談判 沒有台灣政府幫忙的情況之下 要進入到深水區 來的是誰 包括SIA SIA就是半導體協會的執行長 還有包括他們的副總裁 兩個人都來了 已經四五年沒有來到台灣了 所以知識體大 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那關鍵最重要的 現在卡不過去的就是 利潤到底要怎麼分配 那半導體產業的人說 美國一直要叫說 我們把超額的利潤分出去 他說有一個很根本的現實 美國怎麼會覺得 我們台積電到美國全會賺錢 還要分論給你呢 楊敏 對 所以有這個 當然這個都是在3月下旬 我們的劉德英董事長 他針對美國的晶片法案的 一些施行細則 一些規則 他去提出他的一些意見 他強調我們沒有辦法 全盤來接受 那這句話其實是 老實說 對於美國的官方來講 一定會很重視 因為畢竟台積電是美方大力爭取 要到美國去設廠的指標型廠商 那我覺得比較遺憾是說 現在引習越去美國 正準備跟拜登會面 旁邊帶著是誰 就是三星SK集團的這些老闆 帶著他們韓國的半導體的業者 去跟拜登談 可是我們 蔡總統 3月底劉德英講出這段話之後 蔡總統在美國 跟 不管是跟麥卡錫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或是說跟他們的議員 會談的期間 有沒有提及幫台積電爭取權益 當時蔡總統在美國 被媒體問到這一題的時候 他說有提到 都有提到 但是內容他一點都沒有透露 他說但是沒有講很多 但他沒有講說到底是 比如說是對方關心台積電 到美國設廠的進度 還是我方關心 美國晶片法案對台積電的衝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我們連這個都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台積電安心 我覺得身為一個政府 真的是有一點失職 畢竟台積電這個護國神山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 講到南韓這個感情就很深了 很傷了 隱形月反務美國收到一個大禮 各種投資紛紛而來 其中網飛 Netflix投資 南韓宣布四年高達台幣766億元 台灣人看了心聲羨慕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迎來 這樣的一個大餅 網飛從2016年到2021年 投資在南韓有210億元 但這一次是一口氣 四年766億元 增加很多 當然 南韓的影劇很強 所以網飛投資他 其實可能也是很容易賺錢 那個訊息一出來 25號開始早盤一開 Shopbox他的股票大漲26% Studio Dragon也漲了2.26% 漲了非常非常多 韓劇現在最知名的就是魷魚遊戲 上架28天就累積了 16.5億小時的播放時數 去年總共有60%網飛的會員 有看過南韓的節目 或者是電影 今年計畫網飛要跟南韓合作 34部韓語的芯片 好 台灣的立法院 也討論到這個話題 立委張廖萬階 民進黨立委張廖萬階說 766億 流口水了 這相當於是我們台灣文化部 三年再多 三年半的預算 這麼多 然後史澤也很認真地回答說 這個是讓人家擔憂 也覺得是危機 聽起來人家是網飛 我們是枉然跟迷惘 元智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這個內容產業的發展 跟主管單位 他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的立委當然會很羨慕 因為他就講說 這個網飛要投資 韓國的內容的預算 是我們文化部的三年半預算 問史澤怎麼辦 你知道史澤講的一副 好像風涼話一樣 他說台灣不投資自己 不建構好基礎設施 外國人怎麼會來投資 我問一下 台灣人不投資自己 政府有沒有責任 他講得好像是局外人 局外人一樣 但是我們的政府本來 這十幾年來本來就有編預算 要去推動數位內容 以前不是還有什麼 所謂的數位內容辦公室 為什麼我們的預算投入這麼多 去發展我們台灣的內容 但是那個內容還是不足以 能夠大到去吸引外國人來投資 而且是現在的媒體 會越來越國際化跟集中化 史澤自己也知道問題 他說為什麼南韓可以吸引到 因為韓國政府非常積極的 要把他們的韓國內容 推到國際上 然後會變成一個趨勢 那Netflix有看到 未來可能大家都會看韓劇 而且事實上韓劇 最近也都拍得不錯 什麼魷魚遊戲 大家都有在看 還有韓國現在明星結婚 然後都變成台灣很關注的事情 所以變成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網卑就是Netflix當然會怕說 如果我沒有及早去投資韓劇 我就沒有辦法搶到韓劇的這個市場 所以他才會進去 那我們也都知道 史澤也知道 可是問題是我們知道 那你史澤你知道你要有動作 你到底要怎麼去改變 讓我們的台劇 讓我們台灣的流行產業 可以變成國際化 這是你要去努力的目標 包括像公共電視也是一樣 公視它是一般來說 它是不能夠打廣告 因為公視當初創立 是一些有志志士 認為說不能商業化 要針對少數的族群 關心的一些內容 去做一些精緻的內容 所以政府要編預算 結果政府編的預算 也都是非常少 所以公視它又必須要 用其他方式 用其他的預算進來 導致於說他們在發展上面 又受限 我剛剛講這一切一切 是誰的責任 文化部的責任 你講了一副 你是局外人的樣子 如果主管機關 都有這種心態 大家認為說 這個產業會發展好嗎 我是覺得非常懷疑 亞敏 你有看 對 其實Netflix最近 其實你會發現 每一出是有連我們台劇 像最近那個模仿泛 都在全球掀起一波熱潮 你不得不佩服這些境外的平台 他們有能量 也有能力 把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業 弄得比你官方推動得還好 這你沒有辦法去封印 我覺得這個時候 跟南韓急起直追 真的是有點為難 但就像原子講的一樣 重點是你的心態 怎麼搞得好 以赴你是局外人 現在國民黨有些事情 侯友宜跟郭台銘 今天都有大動作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開始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